华山基金会淡水爱心站在民国97年设站以来 至今已经为淡水地区的弱势长辈服务8年 而今天在届满8年的日子 淡水爱心站特别选在淡水河畔的空间 邀请到长辈们一起来团圆聚会 除了准备了8周年庆祝的蛋糕 也为现场12月生日的长辈们一起来庆生 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中将欢乐与温暖 传递给长期服务的长辈们 今天是我们华山基金会淡水站 在淡水在地服务满8周年的活动 那今天就是很开心邀请到我们平常 就是关心的一些长辈 然后还有平常在我们华山基金会 担任义工的一些团体来到现场 那就是在睡末年中之前 可以跟长辈一起同乐 一起包水饺然后一起庆生 特别的是今天不只是要为淡水爱心站来庆生 更是长辈们团圆的大日子 长辈们围着桌边坐着 由华山基金会准备饺子馅以及饺子皮 老人家们各个开心的亲手包起象征元宝的水饺 对此长辈们表示可以在睡末跟着大家一起亲手包轿子 感觉很温馨也很充实 很好很高兴 因为大家在一起大家都很快乐 来这里很快乐 又看到这个美丽的风景 因为平常其实这些长辈 都是自己一个人独居在家里面 那其实他们每次就是会很期待说我们义工 到家里面去能说个几句话然后有人关心这样 那其实我们华山基金会在平常历年的时候 每年都会办一些活动 然后带这些长辈出来玩乐 那让他们就是走出家里 那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也让他们自己不要一个人在家里面这样子 而华山基金会淡水爱心站表示 在岁末寒冬之际借着爱心站八周年的日子 透过把长辈带出户外聚餐团员 一起跟日常服务的机构团体包饺子 然后当场主来吃 藉由热热的饺子与义工的热情关怀 要带着长辈们度过最温暖的一整年 记者 廖平函淡水采访报道